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超现实主义科幻电影 科学家将意识上传到网络 导致人类世界发生了一场大灾难 未来的某一天,交通灯不再闪烁 手机被当作垃圾扔在路边 大街上都是全副武装的守卫 没有电,没有通讯设备 科学家Max来到一间残破的废墟 看着眼前生机不活的向日葵 不由地感叹道,互联网本应该让人类的世界变小 但没有了互联网,反而感觉世界更小了 将世界变成这幅模样,还要从五年前说起 男主名为威尔,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专家 他的妻子伊芙琳,也是他的助手,也是一位学者 他们两个致力于研究有史以来最为人性化的智能机器人 集合人类情感和智慧的自主意识超级智能 Max是威尔的忠实支持者 约瑟夫是经常和威尔合作的专家 他们都是威尔的好友兼同事 威尔应邀参加了一场学术演讲 其实,参加更重要的目的是招揽土豪的投资 毕竟,他们只是拥有超高智商的天才 钱这种东西还是需要土豪的支持的 威尔指着谈下所有的尖端学者 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 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 你们所有人的智商加起来都不足以人工智能的一个营盘 简单点来说,你们在座的都是垃圾 威尔认为,如果研发出来有感知能力的机器人 一旦联网,他会在极短时间克服生物局限 他的分析能力将会超过所有人类智力之河 当人的意识上传到网络,他便是超验者 同时也能够验证灵魂是否真的存在 威尔做的这一切,更大的期望是推动人类发展历程 治疗患有绝症的人类,修复残疾人群 然而,就有这么一群闲得无聊的人 也打着拯救人类命运的旗号 他们认为威尔的研究会令人类灭绝 于是相继炸毁了几个主要的实验室 威尔命大只是中了一枪 好友约瑟夫也侥幸逃脱 FBA成员小南着手开始调查这件事情 他发现这个组织在两年前组建 在互联网上高调发布了他们的宣言 提倡人工智能是对自然的亵渎 是对人类的威胁 为了安全起见 小南想要保护起来威尔的实验室 说的明确点,也就是监视他的实验 威尔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量子计算机 速度之快,无人能够匹敌 这台机器名为PN 它已经初步实现了智能化 可以能够和人类正常交流 约瑟夫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如何证明你拥有自我意识 机器繁卫到身为人类的约瑟夫 你能够证明自己拥有自我意识吗 所谓的自我意识 根据百科给出的答案 是对自己身心活动的观察 对自己身体特征 以及周围人际关系的认知 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反省 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正 在我看来 自我意识就是自己身体 出于主动做出的反应 简单点 就是大脑给出的行动指示 如果真正要具体说明自我意识 还是比较模糊的 所以身为教授的约瑟夫 也无法证明 之后 威尔由于之前的大意 没有注意到子弹上还有毒素 现如今 毒素已经进入到血液 威尔只剩下几周存活的时间 想要救活威尔 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到研究上 之前被炸的实验室资料被保留了下来 他们曾经将一只猴子的意识 转移到电脑上 实验的结果非常成功 再三考虑之后 麦克斯和伊弗林决定试一试 从实验室偷拿了 皮银机器人的核心主板 威尔的头上插满了线路 每天读取各种词汇 然后及时上传到电脑中 就这样 在某一天的早上 威尔还是离开了人世 他在此前提醒过伊弗林 不要迷失了自己 威尔的离去 对整个人工智能领域 都是一次巨大的损失 威尔的肉体从世界上消失了 但是 他的意识却被保存了下来 伊弗林在电脑前等候了很多天 都不见电脑有任何智能反应 就在要隔化硬盘时 电脑出现了几个字 威尔在高科技下重新活了过来 他现在需要更强大的能量 让伊弗林把电脑连接到网络 一旁的麦克斯坐不住了 刚刚才开机15分钟 我们连电脑具体是谁都搞不清楚 一旦联网 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此刻 麦克斯其实已经开始动摇当初的信念 他惧怕眼前的这个智能威尔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目前人类的认知 人类天生惧怕神秘的事物 更何况 威尔这么强大 和伊弗林一番争吵后 麦克斯被赶了出去 陷入困困的麦克斯 独自一个人在酒吧买醉 正巧遇到了神秘组织的领头羊 布里 此次前来 就是要找到威尔他们 没想到会抓到麦克斯这只虾米 布里和麦克斯的忧虑一样 都是担心 威尔过于强大 会毁灭人类 他亲自参与过超验者实验 就是之前被炸的猴子一时转移实验室 当时 实验成功之后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 他们都以为那台猴子机器人是不需要休息的 但是 他疯狂尖叫 让人类关闭机器 科研小队为此展开过激烈讨论 最终 大家都认为现在的研究跨过了界 布里因此才会走上了犯罪道路 专门打击人工智能研究 布里的手下通过网络 锁定了伊弗林的位置 在他们到来之前 威尔的一时已经被上传到了网络 一切信息化的时代 威尔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全知全能 他隐藏了妻子伊弗林的IP地址 随意增加银行卡的数字 将布里组织的位置成员信息发给了小男 一时间 布里组织接近于灭亡 威尔让伊弗林来到一个荒漠小镇 买下了大量地皮 雇佣了工人 他要建造一个更为巨大的基地 他需要完成当时的梦想 需要更为隐蔽的地方 获取更多的能量 当他们搞得热火朝鲜的时候 好友麦克斯被布里说服策反 一起加入到了毁灭威尔的行动中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 威尔的实验已经大获成功 消灭了人类无法抵抗的病毒 让植物快速生长 突破了纳米技术的障碍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修复任何材料 换而言之 人类将会得到永生 威尔用此项技术救活了爆公头 令瘫痪多年的残疾人重新走路 修复失明人员的眼球 让他们重见光明 而这些被修复的人体能更强 精神更足 团队协足能力更配合 他们都成为了超验者 脑子也连接了互联网 他们可以是一个人 也可以是任何人 肉体只是成为了一颗驱和 而威尔就是他们的控制中心 个体享有自我意识 也能为威尔掌控 现在实验已经成熟 可以邀请好友约瑟夫前来参观 好友对眼前的事物感到非常震惊 这完全是神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临别时 他塞给了伊弗林一个纸条 告诉他赶快离开这里 约瑟夫和小南认为 智能机器不是威尔 他只是利用威尔的意识 打造了一支军队 小南决定找到沟层人员 解决掉威尔 但是威尔存在于网络之中 想要彻底消灭他 必须切断地球上所有联网电脑的电源 如此巨大的事件 必须找一个替罪杨北国 所以他们和拥有同一个目的的布里走到了一起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意义面前不分敌我 第二天 麦克斯带着武装冲了进来 威尔打算上前解释 被他一枪打上了手臂 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 工人的手臂竟然被地上的离子重新修复 布里一见此行 下令开枪射击工人 然而中枪的工人再次重新被修复 此次事件 威尔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伊弗林却开始怀疑威尔的做法 一气之下离开了基地 脱离了威尔的保护 伊弗林当晚便被抓走 再经过麦克斯的一顿忽悠 伊弗林竟然相信了威尔是个坏蛋 主动请应 打算回去欺骗威尔 让威尔上传自己的意识 趁机上传病毒 显然 伊弗林忘记了当初威尔的嘱咐 千万不要迷失了自己 麦克斯的武装在一旁做引护 可是当伊弗林重新回到基地 他竟然发现 拥有人类身躯的威尔竟然站在他的面前 伊弗林再一次叛变 一旁的小男见此情况 下令轰炸基地其余 伊弗林不幸被砸伤 最后关头 布林拿着枪指着麦克斯 威胁威尔上传病毒 否则就杀了他的好友 迫于无奈 威尔亲自上传了病毒 当麦克斯赶到的时候 威尔和伊弗林双双离开了人世 为了彻底消灭威尔 电从人类的世界消失 这也解释了荒废的开头 最终 威尔是不是被彻底消灭 我认为是没有 威尔通过雨水 带走了纳米肤质细胞 随着大气 流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本电影令人讽刺的是 那些打着保护人类 满口道义的人 却做着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像威尔这样沉默 做攻陷的人 却被定义为威胁 正义与邪恶该如何定义 难道仅靠片面之词吗 孰是孰非 尽留后视频说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老条 喜欢点滴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